她是90后 受爱情至上的观点影响 一心追求幸福婚姻 她如愿找到了体贴入微的男友 但男友是无神论者 极力拦阻她信神 志不同道不合 她们能否步入婚姻殿堂 我是90后 上中学的时候 就沉迷各种言情偶像剧 每当看到电视剧中 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 特别是男主人公 对女主人公呵护的场景 我就很羡慕 希望自己以后 也能拥有这样的爱情 认为能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两个人相濡以沫地过一生 这是最幸福的事 也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2009年4月 我刚现身不久 遇到了文斌 她比我大四岁 为人忠厚老实 成熟稳重 对我也体贴照顾 每次我心情不好 向她发脾气 她总是包容我 平时遇到什么事情 她首先询问我的意见 还处处顺着我 尊重我的选择 跟她在一起 感觉挺舒服的 亲戚朋友也羡慕我们 说文斌对我百依百顺 这样的人啊 在这年头难找了 那使得我 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 常常为自己遇到 这样一个体贴的男友 感到幸运 随着读神的话 越来越多 我明白了 沈默示道成肉身做工 是为了拯救人 成全人 将真心信他 被他捷径的人 带入下一个时代 这是沈做的 最后一步 拯救人的工作 我父母也经常 跟我交通 信神的意义 提醒我 要珍惜着 潜在难逢的机会 对 我想把文斌 带到神面前 我俩一起信神 追求真理 到最后 一起蒙拯救 进国度 那该是 多幸福的事 我就侧面询问 他对待信神的态度 那他什么态度呀 他不相信有神 他相信 命运在自己的手中掌握 他说 我们是年轻人 一切得向前看 并嘱咐我 不要听我爸妈 谈信神的事 说我世上 根本没有神 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 说不出地难受 原本 想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我俩一起信神 没成想 他竟然是无神论 那以后 该怎么办呢 你们走的是 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啊 是 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信神 家里不信地就拦阻 逼迫他们 特别是我表姐 结婚前 他积极进本坟 各处传福音 结婚后 我姐夫是无神论 逼迫他信神 天天不是吵就是打 后来 表姐连聚会都达不到了 最后被迫离婚 孩子给了男方 每次想到孩子 他都特别难过 这样的婚姻 这样的痛苦 我可不想经受 文斌不信神 如果以后他逼迫我 我能不能站立住呢 一时间我有些不知所措 痛苦中 我来到神面前祷告 神啊 我没想到 文斌是无神论 我俩相处这么久 我投入了太多的感情 要是跟他分手 我心里就像倒戈般难受 我舍不得放下这段感情 可是继续跟他在一起 我俩走得不是一条路 万一他拦阻我信神 怎么办 神啊 我身量太小 求你引导我 做出正确的选择 阿们 接下来的日子 我开始看 怎样对待婚姻的 相关神话语 我明白了 找对象是有原则的 要找志同道合 人性比较好 不拦足我信神的 这个原则好啊 找个人性好 志同道合的人 靠得住 是 文斌不信神 我俩不是志同道合 走一条路的人 迟早会分手 我投入越多的感情 以后就会更加痛苦 那段时间 一想起这事 我心里就难受 分吧 舍不得 不分吧 俩人走得不是一条路 我心里特别矛盾 就向神诉说我的痛苦难处 求神帮助我 转眼到了2011年3月份 文斌家要求我们订婚 文斌家要求我们订婚 我不得不做出选择 我心里清楚 文斌不信神 我俩走不到路中 但是心里还存一些侥幸 我从来没有跟他正式见证过 沈的做工 他对待真理的态度 我也不清楚 要是他不信神 也不拦住我 我俩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决定将信神的事跟他说说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发生啥事了 他一听到我信神了 气得握进拳头 蒙得向墙上砸去 他这个举动 把我吓蒙了 等我反应过来 他手都已经砸破流血了 看他还要继续用手砸墙 我赶紧拉住他的手 他就使劲挣脱了 他对你信神的事很反感呀 是 就一反常态 表情非常冷漠 我都感到陌生害怕 这还是那个 对我百依百顺的男朋友嘛 为什么他听到我信神 是这种态度 眼神里带着恨意 我只是信神 又没做什么坏事 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反应呢 我心里不住地祷告神 神啊 如果他真的拦住我信神 我愿意跟他分手 可是 我身量太小 割舍不下这两年的感情 求你加给我力量 做出正确的选择 阿们 祷告后 我给他讲了 我蒙身保守的经历 也表明了我的态度 他沉默了一会儿 答应不拦住我信神 我和他约定 如果他哪天拦阻我信神 我们就分手 他听后一愣 还是答应了 文斌的歌嫂 任性还可以 也相信有神 我就给他们 见证神的末世做工 文斌知道后 就冲我发火 还当着他家人的面 说让我滚 说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 把手机狠狠地摔在我面前 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发这么大的火 他带着恨意也说 我不拦阻你信神 你也别给我家人传 看到他对信神的事 这么抵触 我有些担心 现在他说不拦阻我信神 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我拒回金本分 如果他知道了 会不会拦阻我信神呢 如果他拦阻我 难免我们会争吵 可能还会面临 婚姻的破裂 我又该怎么办呢 这些问题 是应该想清楚啊 要不然结婚后 也是问题 当时我心里也很矛盾 分吧 可能以后 我不会遇到这样 真心爱我的人 那我这辈子 或者还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分 以后肯定争吵不断 这样的日子 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是 一想到这儿啊 我就扎心般难受 感到左右为难 后来啊 我又发现 我俩在一些 看事观点上 有明显的分歧 比如 他说结婚后 开一个饭店 挣钱买车买房 我说 人能挣多少钱 上天都给命定好了 钱够用就行 人活着 钱不是最重要的 还得敬拜神 这才是人生正道 他听完什么态度啊 他不高兴 说 人活着不挣钱做什么 不挣钱 吃什么 喝什么 你太没有志向了 就这样的争执 时常发生 我感觉很累 每次产生分歧 闹得不愉快时 我就想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嘛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幸福呢 人活着 到底追求什么 最有意义 怎样才能不虚度此生呢 之后 我来到神面前 向神祷告 神啊 我原本以为和文斌生活在一起 是幸福的 这也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 可是真正体尝过后 我才看到 事实并不是我认为的那样 我们走的道路不同 没有共同语言 我心里总是不得释放 每天看神的话 聚会 都是偷偷摸摸的 深怕因着这事争吵 神啊 我心里很痛苦 我想从情感里挣脱出来 可是内心 又舍不得这段感情 求你帮助我 阿们 后来啊 他好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有好几次我一出门 回来后 他总是问东问西的 刚开始我也没在意 直到有一天 又到了聚会的日子 我早早收拾好准备出门 他说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又去聚会 突然一改往日温和的语气 一脸严肃的样子 我说 是 怎么了 你不是说 不拦住我心神吗 他说 那时我要是不同意 你就要跟我分手 我能不这么说吗 我以为时间长了 你心神的心 慢慢就没那么坚决了 就会不信了 没想到 这半年你更加严重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现在 你必须在我和信神之间 做个选择 你选择我 就放弃信神 我知道 我俩继续在一起 这次的争执 也仅仅是个开头 可是 真要分手 我心里还是有很多不舍 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可是如果选择跟文斌在一起 就要放弃信神 现在 是神成全人的关键时刻 我也认定 全能神的话 就是真理 道路生命 经历神的做工 我体尝到了神的话语 能洁净人 能解决人的败坏性情 能给人指出 行事为人的正确方向路途 神赐给人的真理 实在太宝贵了 是 我若是错过这次机会 这可是终生遗憾的事 可不是吗 信神和婚姻 我该怎么选择呢 为什么不能两全呢 我心里也徘徊着 默默地向神祷告 我想到 聚会中看到过的 神的话语 在你们身上 神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背后 都是撒旦与神在打赌 背后都有征战 撒旦与神 在灵界征战的时候 你该怎么满足神 该怎么为神 站住见证 你该知道 每一件事临到 对你都是一次大的试炼 都是神需要你 做见证的时候 阿们 神的话让我明白了 神要拯救人 撒旦不会轻易放手 神允许撒旦试探我们 看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 怎样选择 能否站在神的一边 满足神 外表看 是文斌在拦阻我 不让我跟随神 其实这背后 是撒旦在娇扰 神和撒旦 都在看我怎样选择 我得为神做见证 对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 平静地说 我选择信神 而文斌也表明了 他的态度 宁愿分手 也不同意我信神 我心里很失落 回到家就忍不住 痛哭了一场 没想到 我俩这些年的感情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痛苦中 我就向神祷告 求神帮助我 能在这样的环境 站立住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你别因为享受家庭的和睦 而丢掉真理 别因为一时的享受 失去了你一生的尊严 你一生的人格 你应当追求一切美的 善的事物 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 这样庸俗地活着 而且一点追求目标都没有 这不还是虚度吗 你能得着什么呢 你应当为一个真理 而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 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 而丢掉所有的真理 这样的人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没有存活的意义 阿们 阿们 传蒙着神的话 我明白了 人活着一辈子 婚姻不是最重要的 信神能得着真理 能认识神 这一生才不白活 对 末世 神道成肉身来到人中间 发表这么多真理 就是为了赐给我们 永远的生命 可是自己只看 眼前的肉体享受 不愿为了得着真理 得着生命 受苦负代价 总贪想肉体享受 这样到最后 又能得着什么呢 大灾难来的时候 谁能救得了我呢 是 要想得真理 必须得受苦负代价 想做着花轿晋天国 这是不可能的 以往我认为 婚姻是美好的 能与一个爱自己的人 一起生活一辈子 是有意义的人生 现在才知道 自己太天真了 我们两个人 走的道路不同 文斌不相信神 他崇尚的是科学 是物质享受 追求怎样发财 怎样过上 人上人的生活 而我认为 有吃有喝就当知足 人活着 该追求真理 追求活出 真正人的样式 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得到造物主的程序 我俩的看事观点 人生追求的目标 都不同 没有共同预言 就算他对我 他对我再体贴照顾 我内心是痛苦的 活着特别的压抑 和他在一起 我聚会读神的话 都是偷偷摸摸的 深怕他因着我信神 跟我争吵 心里特别受瑕疵 也特别疲惫 神的话让我明白了 人活着 最关键是追求真理 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完成造物主 赋予的使命 这样的人 在造物主的眼中 被看为宝贵 活得才有意义 有价值 对 就像彼得 他一生只注重 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满足神 最终得到了神的程序 明白了这些 我心里更加确定 自己选择信神这条路 是最正确的选择 接下来 我就积极投注到了 金本分的行列中了 感谢沈 一段时间后 文斌和他父母 突然来我家了 文斌泪流满面地说 我放不下这段感情 可是我实在 接受不了你信神 为了我 你就不能放弃信神吗 咱俩好好过日子吧 他父母也劝我 放弃信神 我意识到 这对我来说 又是一次选择 我冷静下来琢磨 如果文斌真的爱我 只要我幸福快乐 不管我做什么 他都应该支持 如果信神能让我开心 他也会支持我 而文斌却不允许我信神 这是真爱我吗 不行 我不能妥协 于是我坦然地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要信神 我不会后悔我的选择 文斌临走前 问我为什么不选择她 是不是她对我不够好 我说 没有 你对我挺好的 以往我觉得 婚姻是多么美好 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信神后我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 结婚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如果我选择放弃信神 跟你在一起 外表看 生活安逸 和谐美满 肉体是得到了享受 可这样活一生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还是一句 没有灵魂的兴尸走肉吗 难道人活一辈子 就是吃喝玩乐 混吃等死吗 这样活一生 又有什么价值呢 你追求肉体享受 追求过人上人的生活 我所要的 并不是这些 我追求的 是能活出真正的人生 能活出一个 真正人的样式 得到造物主的程序 我俩走的道路不同 终究是走不到路中的 温宾听后沉默了 我们的关系 也走到了尽头 后来啊 我也琢磨 为什么当面临婚姻和信神 做选择的时候 我会那么痛苦呢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几千年的民族气概 给人的内心深处 遗留下的流毒 封建思想 将人都束缚得 没有一点自由 使人没有志气 没有毅力 不求上进 消极后退 奴役性特别强 等等这些客观因素 给人的思想风貌 个人的理想 道德 性情 造成了一个 不可磨灭的 污秽的丑相 似乎人都生活在 恐怖主义 黑暗世界里 没有人想到超脱 没有人想到 理想的世界里 只是安分守己地 过着日子 生儿育女 出力 流汗 干活 梦想有一个 安逸美满的家庭 夫妻恩爱 儿女孝顺 欢度晚年 安然地度过 自己的一生 几十年 几千年 几万年 以至于到现在 人仍然这么虚度着 没有一个人 创造最美的人生 只是在黑暗的天地之间 互相厮杀 争名夺利 勾心斗角 有谁曾寻求神的心意 谁曾搭理神的做工 救人的所有这些 被黑暗权势所占有的部分 早已成性 所以 神的工作要想开展是相当难的 对神今天的托付 人更是无心去理睬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才明白 以往我总认为 人活着 能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 一辈子互相扶持到老 这是最幸福的事 我从小就被 电视剧里灌输的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爱情至上 这些思想观点 熏陶毒害 特别是看到 女主人公处处被 男主人公呵护时 就感到他们很幸福 错谬地认为 人活着 找一个爱自己的人 这一辈子才没白活 信神后 文斌特别反对我 还让 我在他和信神之间 做个选择 我心里特别痛苦纠结 认为 如果不能与 爱自己的人 共度一生 那我这一辈子活着 就没什么价值意义了 通过吃和神的话 我才明白 爱情婚姻 并不是最有意义的 就像 文斌处处体贴照顾我 可我还是常常感到 空虚无助 而看了神的话 我心灵才得到了安慰 看到 心灵的空虚 不是物质的享受 另一般的照顾 可以替代的 爱情至上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这都是撒旦骗人的鬼话 撒旦妄想利用这些 来引诱欺骗我们 让我们一味地去追求 爱情婚姻 把这些当成正当的追求 最后远离神 背叛神 失去蒙拯救的机会 如果不是神的开启引导 我就会选择婚姻 措施神拯救人的机会 想到这里 我信神跟随神的心 更加坚定了 通过文斌一次次拦住我信神 我也渐渐看透了他的实质 文斌外表温顺 待人接物平易近人 但他是个无神论 一听到我信神 气得眼睛都红了 说话流露的 都是仇视的态度 就是魔鬼的实质 正如神的话 凡不信地 与那些不行真理的 都是魔鬼 安门 他的仇恨不是针对哪一个人 他是针对神呀 是 正常人对待信神 即使不接受 也不会仇视 只有魔鬼才仇恨神 他就是魔鬼的实质 我又看到神的话 丈夫爱妻子为了什么 妻子爱丈夫 又是为了什么 儿女孝顺父母 是为了什么 父母疼儿女 又是为了什么 人的存心 都是为了什么 不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打算 与自己的私欲吗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人与人之间 都是利益关系 都是交易 并没有真正的爱 是 文斌对我好 其实也是为了利益 因为我不像其他女孩乱花钱 也没有不良嗜好 我对她父母也好 给她家干活也卖力 不怕脏 不怕累 对她有利 当她得知我信神后 她担心我信神后 不与她一起挣钱了 涉及到她的利益 就开始抵触了 一提到 或者涉及到信神的事 她对我就是 一顿训斥贬低 丝毫不考虑我的感受 现在我还没有跟她结婚 没有真正触及到她的利益 她就这样对待我 以后结婚了 一旦我投身于本分中 她肯定更加拦阻逼迫我 说不定还会离婚 跟这样一个利益至上 仇恨神的人在一起 怎么能有幸福可言呢 就是啊 分手后 我心里轻松了许多 看神的话 聚会 尽本分 都不受挟制了 想想 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中 看到神的显现 接受神话语的洁净成全 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实在是太有福了 是 我心里也感到特别的甘甜 有享受 现在 我能全身心地信神尽本分 这是神对我的爱和拯救 我从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